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娜娜说我求快递我出来的 我听说你俩现在是朋友关系的 啊 朋友关系 你俩今天吵架 你看我从来不跟你吵架 我也完全相信你 然后呢 停 说这干啥呀 你想干啥 你不要打败我了 我跟你说了这边就是我开的 我以后就要守着你 你不回来 我不回去了 这次来就是想要告诉你 我不走 添乱呗 这怎么能叫添乱我喜欢你 我想为自己争取一下 那我还没争取到安娜呢 你就争取我 你有毛病 你给我正经点行不行 反正我是你的人 你能把那事忘了不 没完了 不是你要要挟我是啥的呀 嗯 以后能不能走陪我 我咋陪你啊 我咋陪你啊 我天天陪着安娜 我咋陪你啊 我在这边 不是 你听我 听我说 怎么着你回来 安娜不知道啊 对 她不知道 你还提醒我了 刚好我给她打个电话 告诉她一天 顺便把那天 晚上你在干啥 不是不是 你你告诉她 你就告诉她 你回来了 你你告诉她那天晚上干啥呀 那你以后 不然来回我 来不来 有时间就来 没时间就不来 那这有时间 这这点事啊 对 我就要告诉你 那没事我走了 那你送我回家 送不了 把电话吧 那我就让你 你给我放下 那你送不送啊 你有病吧你啊 你送不送我回家 我我没有 你自己不会走啊 那挺远的 我没有开车来 走 费劲 前女友要把我让给她闺蜜 吃东西呢 说话呀 你干啥去了这么久 我不求快递去了吗 这下了班了 求快递的人多 找了半天 我才找着 那你快递呢 快递 那 我 我 我 人太多 快递好像没到呢吧 没到呢 你刚不说 找了半天找到了吗 我说了吗 我没说吧 你提错了吧 我真没说 不你别这么看着我呀 你别别 你是不是干啥坏事了 我 我 我能干啥坏事啊 没有 你啥干不出来啊 我 我那啥 我无赖不就是对你吗 莉莉刚才给我打电话了 啊 干嘛这么激动啊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是 意外 意外 你猜她跟我说啥了 卧槽 那莉莉跟她说啥了 她这么质问我 我问你呢 我 我 我听着呢 我听着呢 那 她说啥了 我哪知道啊 她跟我 不是 她跟你说啥了 我 我哪能猜到啊 你说吧 她说她来是不是定居了 没别的了 没了呀 那就好 好 啥意思啊 她来你挺开心的 不是 她来我开心啥呀 她来找你 我 我替她 我替你开心吗 主要是 对了 啊 她说她有男朋友了 男朋友 你干嘛 我没干嘛 没干嘛 我就说 她还能有男朋友 他就是上次来认识的 说那个人 刚跟她女朋友分手 哦 那那那挺好 那挺好 她说的不会是你吧 咋可能是我呢 这 不可能 你别乱想 你别乱想 你别乱想啊 没事 如果 真的是你聊在一起的吗 那我也会祝福你 因为我不是 你干嘛 你干嘛叫我啊 我早就忙慌了 你快说我还有事呢 那么磨叽呢 我怀孕了 你怀孕了 谁的啊 你的呗 我的 那别人的我和你说得着吗 你碰瓷的吧你 那天晚上我 我迷迷糊糊 我啥也不知道 我干啥也不知道 我怎么就中奖了呢 真的是你犯了犯事 我 我操 那要知道这个事 我可咋整呢 他不会拿这个威胁我吧 那个 那 你怎么想的呀 我想生下来 你快停吧你 什么玩意儿就生下来 你绑架我呢 没有 你能不能不生啊 为啥 因为 我得找个理由让他把这孩子打了 这要生下来 我可咋整呢 因为你看啊 李莲这个 咱俩现在也没谈恋爱 你就怀孕了 这以后 结婚不好说 你知道吗 好说不好听 他也是 咱俩要是说 谈着恋爱 然后再结婚 然后再生孩子 这样名称 名称言顺 是不是更好听一点 也好说一点 是不是 真的吗 我也是为你考虑嘛 你说那个姑娘 没结婚就怀孕了 也丢人呢 你知道是不是啊 所以说 要不你就 咱不要这个 行不行 然后 咱等以后再要 行吗 那你真的会和我结婚吗 我 我肯定跟你结婚呢 你就怀我孩子 我不能不跟你结婚嘛 你放心啊 乖乖的 你去了之后吧 你这次你先不要 然后以后肯定好好跟你处 我肯定好好对你 你放心啊 我就是为了 你也名正言说 你也不为人家 说闲话嘛 是不是 那你啥时候和我结婚 我 你这样 你等这次 完事之后 你养好身体的是吧 你养段时间身体 我照顾你 然后照顾 你好了之后 我带你回家 然后去见我父母 然后咱们订婚 再结婚好吧 好 那好吧 行 那就这么订了 行吗 那你抓紧去 你抓紧去医院 然后我那个 我这正好还有事呢 对吧 我有事我先走 你抓紧去医院啊 那你先去忙 行 好 那你赶紧去啊 嗯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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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卫生间干嘛呢 没事 咋 咋啦 还不关门干嘛呀 没事 你这么紧张干嘛 我没有 你干嘛进来 你出去 你尝啥呢 我啥也没有 我看看 没有 我看看 给我 啥东西 两刀杆 你怀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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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你怀孕啦 你怀孕啦 你怀孕啦